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明哥 白起,李牧,莲坡,王俭四人,是名垂青史的战国四大名将 四位名将中的前三位到死都没有低下头 他们用抗议维护着自己身为将士的尊严 而最后一位,前半生冲锋陷阵,后半生却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逼下了奋战一生的头颅,留住了自己一条命,却也一臭千年 白起,虽说长平之战坑杀赵国二十万降将丧尽天良 但白起对统一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并非死于敌军手中,而是死在了秦王嫉妒的剑下 他不懂得屈服,他只知道什么对自己的国家最有利 李牧占国末年为数不多的良将之一 曾经有李牧死赵国王的传言 可见他相对于赵国的重要性 李牧同样死于自己人手中,死于赵王的疑心与嫉妒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赵国百姓的安危 他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最终难逃冤杀 连坡曾大败齐军,威震战国 后来在抗击秦军的大小战争中表现卓越 长平之战中,赵王错用将领使得赵军惨败 连坡也含恨终生 后来不得赵王信任,连坡出走赵国 老死在了楚国 晚年一心想要重回赵国效力 却苦苦等不到赵王使臣,郁郁而终 前三位都是因为失去了君王的信任 从而冤死或被逼出走 其实只要他们低个头顺承一下君王 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 可他们最后都是在抗争 他们不肯向王权低头 是因为身后二十万赵国降兵 赵国数百万平民百姓 以及作为将士最后的尊严 可是最后一位王俭 却彻底丧失了基本的将士尊严 苟且了一声 从司马迁对王俭的评价中 就可以看出王俭的为人 他说王俭为秦将 以六国当世时 俭为宿将是皇时之 然不能父亲见德 顾其根本 偷何取荣 以至娇身 意思是说 王俭身为秦将 平定六国 是当时的元老将军 秦始皇尊他为师 可他不能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 鞏固国家的根基 却苟且迎合取悦始皇 直至死去 他的孙子王黎成了项羽的俘虏 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他们各有自己的短处啊 王俭横扫三进 灭 赵 魏 燕 三国 之后又攻破楚国 秦国统一六国 王俭和蒙田的功劳最大 攻破楚国后 王俭就告了还乡 秦王极力挽留 都没有改变王俭的退隐之心 王俭他屈服了 他舍弃了自己 作为将士的尊严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秦国刚完成统一 时局还很动乱 王俭没有选择带兵 安抚边疆 而是想到了自己 功高震主 必然死不善终 毅然选择了归隐 急流勇退 这是懦弱与自私的体现 王俭不配与前三位将领齐名 各位怎么看待王俭的隐退呢